贤惠的妇女 贤惠从原文翻译 它的意思是有价值的妇女 一个真正 说通俗一点 值钱的妇女 谁值钱 谁不值钱 这样说不好听 有的时候要彩礼的时候 两家闺女不值钱呀 就给这一点 当然人不是用钱衡量的 可是在这儿圣经上说 一个真正值钱的 有价值的妇女 是什么样的妇女 男人娶这样的妇女 会幸福 这样的女人到哪个家门 会让这个家门兴旺 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女人 我们注意看今天圣经上 怎么讲女人 这些姐妹们 这半块的 请你们注意听 看看今天圣经上 讲的妇女 给你们心里认为 我怎么样活出 我的价值是不是符合 看圣经的标准 给你的标准 是不是一样 我想这边男士们 也要好好地听 将来你找一个 什么样的对象 小孩们笑了 摇头不着 是吧 好 然后 已经结果婚的也是 将来找一个 什么样的儿媳 这是圣经今天 给我们的一个标准 经常如果你不听这些 我想你们找的 一介绍对象 第一个 长得漂亮吗 还长得怎么样 有人说画上画的 那个好 照着哪个明星 我就找这样的 这是你的标准 再一个问题就是 有钱吗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圣经上今天 给我们列出 四个标准 我看有人开始 拿本做笔记了 第一个标准 勤劳 他拿来羊毛和戏麻 亲手操作 他自己仿线 为自己植布 晚上的灯也亮了 一位有价值的妇女 是勤劳的 说到这儿 小德兰的妈妈 他这样说 为他兄弟 找对象的时候 他比弟弟大十岁 他写信给弟弟 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勤劳的 可能不喜欢厕所 不喜欢厨房 但是在需要的时候 会爱上厕所和厨房 懂得干活 不怕丧 不怕累 这是圣经上讲的 妇女的第一个特质 第二个 忠于丈夫和家庭 忠于丈夫和家庭 他的丈夫 忠心信赖他 不使他烦恼 不是三心二意 我到这个家来 是因为有钱 他让我高兴 有一天 我看不上他了 我的心就开始转移了 不 圣经上要求 一位有价值的妇女 她的心是忠心的 完全铺在丈夫 这个人身上 铺在这个家上面 为他们 今天讲到这个忠贞 多么不容易 第三个特质 关心穷人 和不幸者 他随手周济 困苦的人 他伸手辅助 贫穷的人 因为天主造妇女的时候 给了他一颗温柔的心 这个是一位女人 特别要有的 心特别温柔 充满同情 看见受苦的人 不是把脸一弯 扭着头走过去 不 他 一方面过自己的日子 另一方面 常常记着 拿东西 给别人 帮助别人 最后一个特质 敬畏上主 敬畏上主的妇女 应受赞良 什么是敬畏上主 圣经上说 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太端 敬畏不是说怕 而是说爱天主 小德兰的妈妈同样这样说 你要找一个勤劳的 心地善良的 会教孩子热心的 一个自己都不敬畏天主的 连天主都不爱 怎么能爱别人 刚才我讲了几点 记住了吗 讲了几点 四点 第一点是 勤劳 第二点 忠贞 第三点 关心穷人 最后第四点 敬畏上主 很好 整个的殉道篇 从第一章到第九章 再讲智慧 一共三十一章 一开头 那么多篇幅都讲 怎么样拥有智慧 智慧对你的作用 智慧在你生活中的重要性 讲完了这个 到最后一章 结束的时候 歌颂妇女 为什么是这样写的 这是天主的话 不是哪个作者 心血来炒 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这样的一个结构 一开始讲一些理论 什么是智慧 最后讲到妇女身上 他要表达的是 在天主的计划中 一位妇女 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 在一个家里 一位妇女如果有智慧 她会教导别人 都充满智慧 她会让整个家庭幸福 所以在整个的真言 最后结束 以妇女这一章结论 前面都是讲理论 最后看一个充满智慧的妇女 是怎样的 而且我们不懂习伯来文 圣经学家告诉我们 最后这一章 它都是排比句 第一句用 我用英文说吧 第一句是A字母A开头 第一句的第一个单词 用A开头 第二句用B开头 第三句呢 C第四句呢 你们都懂英文 那最后一句呢 C 很好 所以这几十句 这一章 从头是A到最后Z 这样写的一章 中文翻译我们就看不出来了 用原文去看 很美的 很多圣语 有一部分圣语也是这样写的 为什么这样写 它要表达的是 在天主的计划中 一位理想的妇女 是从A到Z 从头到脚 彻底地活出天主的智慧 可见圣经当中 天主对妇女的重视 很多地方 比如说天主一开始造人的时候 说按照他自己的肖像 造了人 造了男人和女人 男女是平等的 这里说女人也是天主的肖像 你们知道写圣经的时候 这些话可能是在 离今天三千年以前 那时候女人一点地位都没有 说赶走就赶走 说杀死就杀死 连努力都不如 圣经这样讲 他和男人是平等的 也是天主的像 而且说用肋骨造的 这是我骨中之骨 肉中之肉 男人看见女人 这样说表达什么 他们是完全是平等的 而且他们叫一样的名字 你说不是亚当 爱哇不一样 在原文当中 男人 希伯来文叫一时 而女人呢 叫一时 一杀 就是同一个词 后边又加了一个原因 叫啊 意思是什么 给男人一个补充 你看多么美 男人天主造了 认为没有做好 不是我说的 天主说一个人不幸福 怎么就幸福 我再给他一个 他就幸福了 这个是谁 女人 就是这样的 人的生活 就是要有女人 这是天主给男人的礼物 为了让他幸福 注意在这儿 我要给他一个 让他幸福的 相称的助手 男的女的是相称的 当亚当看到所有的动物 给他们起名字的时候 一个也看不上 看到老虎 看到狮子 看到狗猫 都是刺牙咧嘴的 一个也看不上 最后 噩哇一来 哇 亚当心花怒放 这是我鼓中鼓 肉中肉 这叫相称 他找到了一个 相称的助手 弟兄姐妹们 今天你回家 尤其男士们 看到你的另一半 要求天主 使你认识到 这是他给你的礼物 而不是看到他 不相称你 你多么了不起 他不配你 那时候 他没事 你自己刺牙咧嘴 不要这样 这是天主 给我们的助手 为了让我们幸福 一开始是平等的 让你们相互信任 对话 站在一个高度 可是到后来 由于罪就不一样了 多少万年 人在罪恶中生活 开始一个超过另一个 一个想统治另一个 所以创世纪在写的时候 上面天主就用这样的话说 你要依恋你的丈夫 接受他的管制 因为这是已经成了一个罪恶的事实 罪恶让人都争着当老大 男人比较强大 就要管着他 你可能说那是过去 今天在家里 别看我是女的 我说了算 我都管着他 这同样是罪恶的后果 两口子不是谁管着谁 而是彼此信任 看今天的真言 给我们描述了最初的理想的夫妇 一起信任 男女之间的婚姻 象征着天主和以色列 他的孩子们的婚姻的盟约 有这样一句话说 如果一个女的 看不上自己的丈夫 跟自己丈夫断了这个婚约 那就等于是跟天主 断了关系 就这么严重 你们之间的爱 象征着天主 跟人之间的爱 整个的真言 在结束的时候 讲到妇女 强调了这几件事 敬畏天主 这样的妇女是有福的 勤紧地工作 看上去没有用 不像男的 在外边工作 一个月挣钱回来 一大把钱往那一放 我是有功之人 没有我 我养不了这个家 好像这个女的 在家里没有做什么 错了 圣经上说 看上去没用 但是她谦卑的工作 为整个家庭带来幸福 所以男士们要感恩 感谢天主 赐给你们另一半 今天何不祈求相爱的恩宠 随后我们看福音 耶稣给门徒们今天又讲了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 上一个主日我就说 是最后的三个比喻 甚至更准确地说 是讲最后 我们最后 生命的最后 事业的最后 是讲这个问题 什么时候是我们的最后 你什么时候就到最后了 今天晚上 或许明天 也或许五十年以后 耶稣讲 说一个人 天国像一个要出远门的人 把自己的仆人叫来 我们人生在世的时间 是主人不在的时间 我们从他那里来 将来回到他那去 我们活在世界上 这一段时间 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旅程 主人不在 他走了 他把他的钱财产交给仆人 在这儿我们想到 主人对仆人多大的信任 都给你把他的东西 然后对你的尊重 不是说给了你过几天 打电话问问 你怎么样了 没有 这一生 他很少给你显现出来 哎 怎么样 你现在活得 好不好 他不这样 他尊重 巴 这几十年给了你 他不再过问 交给你 你是他相信的仆人 所以我们整个的人生 是主人不在的时期 也是一个考验的时期 接下来 耶稣讲 他把普人们叫来 按他们的才能 一个给了五个金元宝 一个给两个 另外给一个 原文叫他冷铜 耶稣的时代 两千年以前 可能我们中国以前 叫元宝 我也没见过这个元宝 这是今天福音中 这样翻译 其实原文叫他冷铜 这个他冷铜 是多少钱 它就是一块金子或银子 等于多少钱 等于六千个得纳 一个得纳 耶稣的时代 是一天的工资 等于六千天的工资 我算了一下 这是多少天 是十六年半 一个元宝 一个他冷铜 是十六年半的工资 如果今天 一天挣一百块钱的话 一天挣一百块钱 这一个金元宝 就是六十万 所以主人临出门的时候 用今天的话说 他把他的仆人们叫来 这个给了三百万 第二个给了一百二十万 第三个给了六十万 这个钱又不算少 一大笔钱 你看他多相信他的仆人 一共差不多拿出来了五百万 可能他一辈子就急需这么多 他说我要出门了 这些钱给这放着没用 来给你们 这个钱是什么 弟兄姐妹们 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每个人的健康 我们的家庭 还有我们手上的所有的一切 在这儿 先不说谁赚了多少 赔了多少 先说一切都不是我的 是主人给的 你们相信吗 咱们活着 是你想活着就活着吗 今天咱们坐在这儿 明天咱们去工作 是主人给你这一段时间 平常我们就认为 都是我的 我的钱 我的健康 没有 今天比喻一开始 主人给你的 所以我们如何对待 主人给我们的 首先如果说我的生命 我的健康 我该怎么对待 报饮报食 喝酒 整天醉着 别人说喝酒伤害身体 管他呢 你将来要交账 你早早地喝酒 下去了 你的家人谁负责 天主给你的家庭 谁来管 天主要给你算账 你别认为 你拿着不当事 有人上网 熬夜 晚上不睡觉 白天 过度疲劳 或者干起活来 从早加班到晚 舍不得吃 舍不得喝 不要命 最后早早地也就下去了 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然后 天主给我们的家人 也是财产 我们的责任是 让一家人像一家人 高高兴兴在一起 你尽到这个责任了吗 你好好的管理 你的财产了吗 我们的钱 同样 为自己 为自己的家庭 然后刚才说 洲际穷人 有需要的人 我好好的管理了吗 这些都不是我的 是天主给的 那拿到五个的 赚了五个 拿到两个的 赚了两个 那拿到一个的 把地挖开 埋了起来 有的五个 有的两个 弟兄姐妹们 谁也不要 给谁比较 怎么他长得 那么漂亮 怎么他家的日子 过得那么好 我要想办法 像他一样 找一个好工作 不用比较 有的是三百万 有的是一百万 有的是六十万 谁给谁 天主给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比较 会嫉妒 这不是天主要的 每个人 有自己的特长 每个人 负自己的那份责任 说到这儿 我问问 你自己该反省 你的角色 在你的家里 在你的堂口 在你的公司单位 你的角色 你的特长是什么 你是怎么样发挥的 不用看别人 你发挥没有 还是埋起来了 这个是问题 我们继续看 过了很久 主人回来了 过了很久 是的 时间很长 这时候就考验我们 如果你只是 三分钟的热度 这一下子 这几天可热情了 这可不算什么 考验中心 这一辈子 有的时候时间长了 主人不来 我们形成一个错觉 他不来了 他可能忘了 他死了 弟兄姐妹们 有的时候咱们的生活 安排的 就像天主不来了一样 就像你不会死一样 好像还早着呢 我该怎么着怎么着 叫我念经 顾不上 叫我准备灵魂 顾不上 反正现在也不急 我还年轻呢 他很久回来 这个很久 我们不知道多久 所以接下来 我们的一个幻觉 就是他不来 没事 弟兄姐妹们 耶稣在给我们敲警钟 这是一个幻觉 主人说来就来 最怕的是 主人来的时候 你还在幻觉当中 没有尽的责任 麻痹大意 结果主人来了 那有五个的来 拿出五个来 那两个的说 我也赚了两个 最后主人挺高兴 主人说 善良的好仆人 进来享受你主人的福了吧 在这时候 你如果注意听 耶稣讲着讲着 就不是讲一个 要远行的随便哪个人 在这儿用的词是 主啊 你曾经交给了我五个金元宝 看我又赚了五个 主啊 这是一位审判的主 将来我们每个人 要给他交账 不是一个做生意的 他是审判的主 主人说的话 来 进来享受你主人的福了吧 你们还记得上主日 那五个糊涂的 五个聪明的真女 童女 进来享受你主人的福了吧 进了婚宴大厅 这句话 这句话重复了两遍 跟前面两个仆人 是的 这是天主愿意的 他是新郎 最后把我们接到婚房 他迎娶我们 所以他重复两遍 这是他对我们的计划 讲到这里 我们有了好奇心 马上想到 那第三个会怎么样 他把那个埋了起来 他没赚钱 最后一个也来了 他一来就说 主啊 我知道你为人刻薄 没有播种你要收获 没有散布你要要 我因为害怕 就把你的金元宝藏在了地里 看这是你的钱 原分不动交给你 我们一听 也没有太过分 他不是又把钱拿回来了吗 问题也不大吧 基本上也没那么严重 在这儿我告诉你们 最严重的是什么 先不说他懒不懒 最严重的是他扭曲了 对天主的认识 天主是一个爱的父亲 这么信任你 像朋友像爸爸把东西给你 结果你说我怕你 把天主看成一个法官 将来你要罚我 所以我可不能丢了 我埋起来 我不能冒险 我如果做买卖去了 就给丢了 回来你还让我呀 干脆我埋起来吧 来了至少 我拿着这个给你 你能说什么 他不再信任天主 像爸爸像朋友 他把天主看成一个 监视着我 准备惩罚我 我害怕 所以埋了起来 现在还给你 如果天主罚他 他会说 天主你有问题 不是我 我给你拿回来了 没出事就不错了 你怎么能罚我 就像 那个长子 档子回来了 爸爸跟他一起吃饭 这个说 我平常什么都做了 你不让我吃饭 我不进去 是你不讲理 开始责备爸爸 生爸爸的气 还有那个工人 你忘了 早上六点来的 九点来的 到晚上五点来的 最后发工资 早上来的说 我工作了一整天 我这么累 你现在为什么给我一个 给他们一半多 开始觉得天主不讲道理 弟兄姐妹们 我在准备这一段福音的时候 我好几次放下笔 到这儿我就不写了 为什么 让我惊讶 咱们在座的教友们 百分之九十是属于这一号的 最后这个人 你别以为你给了你五个 你赚了五个 给了两个 赚了两个 很多的时候 我们是买起来 我们对天主的认识是 每天要念早晚课 主日要望弥撒 不然的话 我就主日出去干活 也不顺当 干脆去念经吧 别犯罪 犯了罪 日子不好过 将来还要做补书 还要下地狱 好好的守着规矩 我们认为 这就够了 你给我的 我没有丢 你给我的信仰 我从小就信 到最后死的时候 我也没有被叫 我这不也守着规矩了吗 最后到天主面前去 我们是这样交账 拿着给你的那个去交 你并没有赚 你把信仰带给谁了 你把光 爱带给谁了 你活得像一个基督徒 没有 我们平常就是按照规矩生活 我认为我是个热心教友 为什么神父讲道理 为什么强调 你们要听道理 你们来办告解的时候 总是这个战里六犯了 那个晚课忘了 告这些没有用 最基本的 你们一个对天主的认识 是什么 你每天努力的爱着天主 我们不告这个 我这个规矩忘了守 那个没守好 你有没有 每天活一天 愿意爱天主一天 这个仆人让天主失望 我把钱给你 你埋在那 广是怕我了 你爱过我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钱吗 我对你的信任去了哪里 信德是一个冒险 我相信了天主 我要按照天主的话去做 有的时候 这里这个仆人的问题 不愿意冒险 把他埋起来 我就每天做我这个就行了 将来我给主人 亚巴朗天主 叫他走就走 相信天主的话 我们不敢 在生活中没有信仰 对天主没有信心 前两天吃饭的时候 也是开玩笑 一个教友说 神父 我光想去为教会服务 我说欢迎啊 多么缺服务的 如果我的账都挡完了 还完了 我就去 后来我说 你经常说这样的话 或许翻过来 如果你去给天主服务 你的账就没了 如果你不去服务 一辈子到死 可能都有还不完的账 他说 那这样说 神父你给我钱吧 把我的账挡了 我就去服务 我就去服务 我说你把信心建立在人身上 有人给钱 天主我就听你的 亚巴朗没有这样说 亚巴朗是好吧 天主都在你手中 站起来就走 这个是信的 我们得抓住点东西 看不见兔子不发 不撒婴 这个是咱们 抓不住点东西 天主你广说 不定事 我不去 所以 这个仆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仆人 埋在这儿 我不敢冒险 信仰 就是念念经 守个规矩 这个生活当中 我不敢为天主压一把 喝出去 我不敢 将来审判的就是这样的人 弟兄姐妹们 我请你们改变这个基本的观念 不要再怕天主 天主爱我们每一个人 给我们这么多的元宝 我们好好的每天去用 去感恩 去结出果实 活出信仰来 为天主 将来见天主的时候 拿着这些去 我这儿挣了五个 挣了两个 一定不要就是原地踏步 我是个老教友 念着我的经 将来天主 你看 我的信仰没丢 没丢就坏了 将来要不 这些人进入福乐 那一个人最后说 丢到外面黑暗里去 那里有爱好和切齿 天堂地狱不是天主给你规定的 是我们今天自己的选择 你去哪儿 你怎么做 你正在走向自己的未来 正在决定将来的审判 是你自己决定 你信任天主 还是怕着天主 是为天主 活在幸运当中 喝出去一切 为天主 还是守着我的规矩 别的多了 我也不听 也不用跟我讲 我就是这样 做一个好教友 老教友 一辈子老马师徒 走着原来的道 老马拉破车 一天到晚 都是走这样的道 将来这些人 要进入黑暗和切齿的地方 不是外交人 是这些天主的仆人 给了一个金元宝 埋着不动 不改变的人 主 我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明白你的话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